我们今天仍然继续马可福音 已经来到了马可福音的12章41到44节 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求主来预备我们听到的心 让我们一同祷告 慈爱的圣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赞美你 你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 又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救恩 成为你的儿女 今天我们同心聚集在你的面前 要来研读你的话语 恳求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 亲自将你的真道教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成长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得 合乎你的喜悦 得蒙你的使用 为主明天上荣耀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诚心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一讲到这个新约圣经当中的主耶稣 普遍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主教导天国的真理 那他的门徒身边的人都叫他夫子 夫子是什么 就是老师的意思 还有呢我们一想到主耶稣 我们会想到什么 想到他的医病和感鬼 但是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呢 主耶稣他不光是用他的嘴巴来教导 他不光是用他的手来抚摸 医治感鬼 他也用什么 用他的眼睛来观察 在新约的圣经当中 多次记载主看见 主看见 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有许多的人来上山找他 他就会坐下来教导这些门徒 还有呢 他会看见躲在树上的撒该 然后请撒该下来 还有什么呢 他会看见毕师达尺死旁边 瘫痪了38年的病人 他也会看见人群如同羊没有牧人 今天我们要研读的这段的圣经 带我们又遇到了主的一个看见 那这一次他看见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12章41到44节 请听我读出 马可福音12章41节 耶稣面向圣殿银库坐着 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银库 有好些财主投了许多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投了两个小文钱 就是一个大文钱 耶稣叫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银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 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 却把他一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 那这段圣经说主耶稣看见什么呢 他看众人怎么样奉献 那这个画面呢 是既有动感也有敬感 动感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圣殿前面 这个银库是什么 银库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这个库房 银库就是奉献箱 在这个圣殿前面放着有奉献箱 然后这个动感的画面 就是这些人呢 依次的鱼贯而上 依次来投钱到奉献箱里面 安静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正坐在这个奉献箱的对面 来观看 静静的观看 在这件事情记载看上去 一共就这么四节圣经 非常简单 可事实上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为什么耐人寻味呢 因为马可福音从十一章到十二章 全部讲的都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鲁撒冷 也就是他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最后的这一个星期 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发生了很多激烈的事情 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有暴力哦 洁净圣殿好 然后第二天又怎么样 第二天他进城 被这个民众夹到欢迎 我孩子们都在前面呼喊 何萨那何萨那是不是 荣耀归于至高神 哇大家把衣服都脱下来 铺在地上给他去踩上去 摇着这个棕榈枝 然后还遇到什么 遇到有当时的这个政治宗教的领袖来向他发出挑战 来设计谋想要陷害他 那这一切主耶稣都一一的去应对 令到对方哑口无焉 所以这在这临上十字架前的这一周啊 是发生了很多激烈的事情 所有的这个博弈和较量啊 都是在密罗紧鼓当中进行 然后到了十三章 十三章发生什么 就是预言圣殿再次被毁 也就是说整一个星期当中 主耶稣他所预言的关乎政治 关乎宗教 关乎未来都是一些大事情 可是在这么多的大事情的当中 在十二章和十三章的中间 加了一个小事情 就是关于奉献的这一段的观察 这个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了 喂 临上十字架了 主耶稣怎么会有这样的闲情意志 坐在这里看大家投钱入奉献箱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其实正是因为在奉献 在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一周 主耶稣越来越关心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人对神的心是如何 有这么多次和宗教领袖的矛盾 较量博弈 到了最后矛盾冲突的高峰 就是八倍定的十字架 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一切 看上去表面的争锋相对 语言也好 动手也好 洁净圣殿也好 全都是关乎人对神的心如何 所以在今天 我们的题目也是从今到心 让我们一起从这一段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很朴实的这么一段记载 很平凡朴实无华的记载 来看一看主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两个小钱 两个小钱 那我们用的版本呢 是和和本的修订本 它叫小文钱 那其实在这个原先的 这个圣经当中 就是普通的和和本 也就是我一直背的 比较习惯的呢 就是叫两个小钱 没有说小文钱 那在这个两个小钱呢 就是寡妇所奉献的 那当这个圣经说到 她的身份是寡妇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当时 她的这个社会背景是什么 原来在古代社会当中 在犹太的这个文化当中 是一个男权的文化 女性的地位是非常的低微 丈夫是什么呢 丈夫就是已婚妇人的所有的依靠 那一旦呢 丈夫没有了 去世了 或者是被离婚了 那她就失去了这个经济的来源 就会成为社会当中的弱势 如果她年纪还很轻 或者还没有小孩 那她可以再改嫁 那在旧约圣经当中 我们也遇到有路德 她又再次改嫁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寡妇都那么幸运 可以去改嫁的 所以当丈夫没有了 那她这个人生就是很飘零 很流离失所了 那其实不光在犹太的社会当中 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把这个结婚叫做什么呢 叫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汉就是这个男人汉子的意思 嫁给你 靠你是什么 就是要靠你穿衣吃饭 那么大陆也有一个玩笑话 说给他找个老公 就有长期饭票了 也有这种话 那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 她不能再有什么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她也没有长期饭票 她只能够靠她自己 在一个经济上非常不足的人来说 她投入奉献箱的就是两个小钱 那么两个小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那我跟大家呢 这里有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小钱是多少的价值 在当时的货币当中呢 小钱呢就是利顿 Leptin 是犹太钱币当中最小的一个单位 两个小钱才等于一个大钱 Quandran 那么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呢 是一个银币 一个银币是64个大钱 一天她可以赚64个大钱 但是要两个小钱才等于一个大钱 也就是说当时候这位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天工资的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那也就是什么 如果你一天的工资可以赚一百二十八块 那她现在就奉献的是两块钱 如果你一天只能赚64块 她现在奉献的就是一块钱 因为每一个小钱就是五毛钱而已 就是这么少 经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她说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为什么圣经不直接说穷寡妇奉献了一个大钱 价值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两个五块就是一张十块 为什么不说她给教会捐献了十块 为什么要说她是两张五块呢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她奉献的是两个小钱 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呢 我跟你讲啊 圣经从来是不会说多余的话的 它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意思的 我们用刚才我举的例子 两个五块就是一张十块 用这个例子我们来理解一下 当你的钱包里面只有一张十块钱的时候 只有一张十块澳币 你会怎么做 那有的人没办法 毫无选择 我只能把这一张十块拿出来去奉献了 是不是 有的会说 我只有这一张了 我就这一张票子了 我怎么能够把这张全部拿出来去奉献呢 我等一下教堂结束了 礼拜结束了 我可能出去还要有用呢 我可能要买车票 我可能还要再买一点午饭要吃 那我不能把这个都拿出去吧 所以如果当你的钱包里有一张十块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全给 要么就不给 可是如果你的钱包里面有两张五块呢 你会把两张五块都拿出来放进去奉献箱吗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 当你的钱包里如果有两张五块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可能会选择 我奉献一张 然后留下一张在自己的钱包里 那广东话有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钱放在口袋里要压一压袋子 就是说出门不能钱包空空 总要有一点东西压着这个钱包的压着口袋的 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留下一张来压袋子的时候 穷寡妇她的两个小钱没有一个留下来给自己用 她把两个都拿出来投入了奉献箱 所以这时候主耶稣说 她是把一切养生的都奉献了 现在我们明白这位穷寡妇在奉献的时候的那颗心了吗 其实我们来问一下 圣殿缺不缺她这两个小钱呢 缺不缺呢 肯定是不缺的 为什么不缺 因为我们之前看圣经已经知道圣殿有在做生意 她在买卖牛羊 班鸠鸽鸽子 还在当中做兑换银钱 在这从中取利 在这个奉献的人的当中 也有很多是富足的人 圣经说有财主在当中有奉献 对不对 那既然不缺她这两个小钱 为什么她还要奉献 为什么她还要奉献 原来这位穷寡妇 她所看到的是超越了当时圣殿的腐败 用敬畏的心 自甘情愿 没有人强迫的 甘愿把她的两个小钱捐了出来 她的奉献和钱的多寡 毫无关系 耶稣是从她的奉献当中 直接看到的是她的心 而不是她的金 虽然她的奉献很有限 可是她仍然要参与在奉献的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今天21世纪 我们现在教堂不像当时的圣殿 有那种腐败的情况 什么买卖牛羊 做生意 兑换银钱 从中取利 没有 我们现在的奉献是一心为上帝的 但是我们也问一句 上帝缺钱吗 上帝缺钱吗 上帝缺你的奉献吗 上帝不缺 在哈盖书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那既然上帝不缺钱 为什么上帝还要我们来奉献呢 他不缺钱 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奉献呢 原来上帝看中的 并不是我们钱包里的钱 而是通过钱上帝想要看 我们对他有没有一颗敬畏的心 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有没有一颗愿意参与在圣工上的心 也许我们可以拿出来的并不多 但是你是否愿意在神国的建设上有份呢 你要不要参与 要不要有份 当一个大的公司 非常有前途 这个大公司我们早就知道 肯定是会那个盈利万本的 这个时候他开始发放股票 你要买还是不要买 肯定会赚的 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我肯定要买 而且是怎样 尽自己的能力多买一点 是不是 占的这个股份越大越好 其实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天国 这个天国必定在将来 神要掌权做王的 他是万王之王 万神之神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参与 就是参与 有人这样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的金钱也是有限的 可是救恩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 能够在神的永恒上有份 金钱也是有限的 可是当我们奉献了 有限的金钱 就在神永恒的圣工上就有份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奉献的意义啊 不是在乎我们给的多还是少 不是在乎上帝缺还是不缺 而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永恒上有份 你愿意在神的永恒上有份吗 第二样 相比财主 主耶稣观察了众人的奉献之后 他做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主耶稣他赞赏寡妇的奉献 那这个有一点奇怪 因为明明当时候有很多人的奉献都比这位寡妇多 那么但是主却没有赞赏奉献多的 却是赞赏了穷寡妇的奉献 为什么奉献多的没有得到嘉奖 奉献少的反而得到了赞赏呢 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答案呢 在第44节这里 在44节这里他说别人是拿有余的捐助 但是穷寡妇投入的却是她一生所有的全部 因此主夸奖她是因为她把全部都奉献了 那这个分析听上去是有道理的 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把自己的家产全部都奉献呢 特别我们刚才有说过 神要看的不是金额的多何寡 那现在又要你全部奉献 那这是好像逻辑上有一点矛盾是不是 那么主耶稣到底要我们效法穷寡妇的是什么呢 其实主耶稣把穷寡妇的奉献和财主的奉献来做比较的时候 主要我们思考的是用钱的优先辞续 那经文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众人都是拿什么有余的捐献 而这位穷寡妇虽然自己不足 却把她一切所有的都投入了 请问什么叫做拿有余的捐献 我们来看一下拿有余的捐献 什么叫做有余啊 我们说一块布料拿去裁一条裤子 还有余剩下还可以做个鞋变 这个叫有余是不是 什么叫做拿有余的捐献呢 是在用完什么之后剩下的叫做有余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在自己用完之后 自己想要的都满足之后 然后如果有剩余才想到捐献 才想到上帝 那如果用了没有剩余呢 如果用了没有剩余呢 那可能奉献就直接被省略掉了 各位弟兄姐妹 信仰是什么 信仰就是以前我们以自己为中心 如今因为主耶稣 我们全部都放下 我们以上帝为中心 我们改过自信 这就是信仰的本质 以前以我为首要 现在以上帝为首要 在圣殿奉献的许多人 看上去他们的奉献 都比这位穷寡妇多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奉献 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以自己为中心 先紧着自己用 如果用完有余了 我们再拿过来奉献 其实人之所以不舍得奉献 关键就是以自己为中心 他觉得钱是自己的 其实不是的 钱都是上帝的 都是上帝的钱 今天我们手上所有的钱 都是上帝托付我们去管理的 所以我们奉献是什么呢 就在历代志上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所以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 奉献其实就是在金钱上 学习承认上帝的主权 这是谁的钱 每一次的奉献 其实我们都在说 这不是我给神的捐献 这本来就是属于神的钱 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收入 让我们能够照顾自己 照顾家庭 但是我们要学会怎样 饮水还要撕源呢 所以每一次一说到钱 我们第一个想要孝敬的 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在神的这个钱上面 我们不能够喧宾夺主 其实我们在钱的面前 我们只是管家 我们并不是主人 钱都是上帝的钱 因此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就是承认这钱来自于神 我们现在以敬畏和感恩的心 把金钱放回到神的面前 经文说穷寡妇 是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入了 我们来看回刚才的这个经文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入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奉献的事上 他的优先次序和别的人不一样 他最先考虑的不是他自己 他最先考虑的是上帝 如果他先考虑自己的话 那两个小钱就根本拿不出来了 因为那是他一切养生需要的 但是在四十三节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这穷寡妇投入的 盈酷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为什么两个小钱更多 因为在他的奉献上 最优先的位置是给了上帝 在旧约圣经当中 常常提到奉献的时候 是说要把初熟的果子献上 把投胎的牲畜献上 把投生的男孩要献上 什么意思叫初熟投生投胎啊 就是在讲这个优先次序 就是在讲优先次序 当我们拿到工资之后 我们是把奉献的金额 先拨出来放在旁边 等着去要奉献给主呢 还是我们先考虑 房租房贷水电 其他的生活开销 然后把所有的账单 我们都付好了 然后我们才考虑 奉献的事情 然后再想想 这剩下的这些当中 我拿出来是五块还是十块 所以其实上帝 不是在看我们的钱的数目 他一直都在看我们的心是如何 在钱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优先次序 把上帝排在第一位 像我自己呢 我的奉献是用自动银行转账的 那而且我在算这个百分之十的时候呢 我一定是用税前的收入 而且是超过百分之十去给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保证 我不会说先紧着自己用 然后再看自己有没有剩下 我先把这一笔我就拨出去了 然后我用剩下的 我要不够我就缩自己 我不会缩上帝的奉献 而又自动转账是什么呢 这一方面保证每一次都会都会做出去 另一方面是万一我哪个星期天我不在 去了外面讲道了或者是放假了 我的奉献一定还会放回来神的家 就不会说忘记了 哎呀错掉了 不会这样 圣经说穷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 养生这个字啊 在字根里面原文里面是有生命的意思 他把生命都献上了 他把生命献上之后 他就没有了 一无所有了 那这个时候他的开销怎么办 上帝一定会为他负责 并且是负责到底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信心 说上帝会为他负责 并为他负责到底呢 因为在奉献的时候 他把他的自己和上帝完全连接在一起 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 其实奉献就是一个连接啊 在金钱上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 神难道不会为我们的需要来负责吗 旧约圣经当中就有一位寡妇 在家里面只剩下一点油和一点面粉的时候 以利亚说你先把这饼做了给我 他捐献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神祝福他呀 他的油 他的面一直都不止息 这就是神为他负责 因为他把神先放到了第一位 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也有说 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什么是外邦人啊 不认识上帝的人啊 当他们不认识上帝 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 所以在分配这个钱的用途的时候 就是紧着自己所有的在数算 可是我们是认识神的 所以圣经说 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都知道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各位弟兄姐妹 从我认识主到现在 这将近三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是超过十一去奉献 你有没有看见我面黄肌瘦 衣不蔽体呢 不会啊 神从来没有让我缺乏过 反而在常常我意想不到的时候 神给我有额外的恩典 是超过我的所想所求的 当我们把神排在生命的第一位 就说明我们把神看为宝贵 当你这么宝贵神的时候 你说神能够不把你的需要 也放在心上吗 求主帮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就是以恭敬的心也献上 并且有信心说 主啊我信得过你 你能为我的灵魂负责 你也能为我的肉体负责 我一切的需用你都知道 你必定供应 第三我们来看看 耶稣会看见 耶稣看见 在耶稣的时代 圣殿所设有的这个银库啊 就是奉献箱呢 是成一个喇叭的形状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形状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是宽的 这里是窄的 下面这里又是宽的 然后连下去一个木箱子这样 很多人 富有的人财主 他们在倒钱的时候 他们是拿很多的钱 可以倒下去 你可以想象 当这些钱掉下去的时候 砸出来的声音 多么的响亮啊 是不是 这种声音 哗啦哗啦哗啦 一直掉下来的时候 祭司和旁边站的人 都会注意到 那这种人觉得 自己的奉献很多 而且就会觉得很体面 很骄傲 可是奉献少的呢 可能就会觉得 有点灰溜溜的 缩头缩脑的 我们刚才说过 寡妇所奉献的两个小钱 是什么 是犹太货币当中 价值最低的 这最低的两个小钱 重量也是最轻的 当他投入奉献箱的时候 发不出清脆的大声响 在人的耳朵里 都不大听得到 在人的眼中 也不大看得到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主义道 耶稣听到 发出的那个声音 非常的小 可是在主耶稣的耳中 却是最悦耳的 这么好的一位寡妇 可是圣经并没有记载 她的名字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这就是圣经 特别的地方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 妇女重名的太多了 光玛利亚 在圣经当中就有六个 如果这位寡妇 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 讲起来我们要说 是哪一个玛利亚 是不是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 她的名字 在日后 无论谁提到这位寡妇 绕不开 一定要提她的奉献 一定要提她的奉献 圣经当中 寡妇也很多 哪一个 就是那奉献 两个小钱的寡妇 我相信这一点 这位寡妇 她自己在奉献的时候 她都没有想到 她在奉献的时候 甚至根本就没有留意到 她做的这一切 主默默地看在眼中 各位弟兄姐妹 你奉献的时候 也许没有别人看见 也许别人也没有给你称赞 可是你所奉献的每一分钱 上帝都看见 主看到你的奉献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呢 你在暗中所做的奉献 主都看见 主会对你说什么呢 有一位老人家 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单身的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可以去环游世界 每一次他存了一些钱 要准备去环游世界了 教会就开始呼吁 说要奉献 有的时候说要捐圣经 有的时候是翻译圣经 有的时候说是边缘的地方 要盖医院 有的时候说要盖学校 还有一次说一个好远的地方 他名字也都叫不出来的 外国地方 说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了 要奉献给这个国家的人 去买污水净化器 所以一次又一次 他的奉献就这样捐了出去 到了最后 他年迈力衰 都没有做成环球旅行 老人家知道自己的梦想 再也没可能实现了 他就祷告说 他说主啊 我一辈子都是以你的需要为优先 我每一次想去存钱旅行 都没去成 我的梦想呢 不是说我以你为优先 你也会以我为优先吗 我现在已经老了 你现在就是免费请我去环球旅行 我也走不动了 我的奉献真的值得吗 可不可以让我在临死之前 看一看 我想去 可是从来没有去过的那些地方啊 就在那天晚上 老人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面 他站在一个花园里面 没有看到世界各地的名声和风光 一点都没有看到 他就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啊 都向他跑过来 这些小孩子有不同的辐色 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他每一个小孩子的脸上 都是大大的笑容 这些小孩子都跑过来跟他说 爷爷谢谢 爷爷谢谢你 老人很奇怪 谢我什么呀 我没有见过你们呀 我不认识你们呀 可是小孩子一个一个跑过来 跟他说谢谢 说爷爷 我们认识你呀 爷爷谢谢你 因为你的奉献 我爸爸得到了一本 属于自己语言的圣经 每天晚上都读给全家听 爷爷谢谢你 因为你的奉献 我妈妈可以去医院治病了 爷爷谢谢你 因为你 我可以去读书了 我识字了 爷爷谢谢你 我喝到干净的水 没有再拉肚子了 老人一直听 一直掉眼泪 他的每一笔的奉献 原来都蒙神所用 排了大用场 原来比他看见世界各地风光美景 更重要的 是上帝看到他那颗美丽的心 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 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 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 也有贼挖洞来偷 要在天上积蓄财宝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朽坏 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位寡妇贫穷无一 她只有这两个小钱 可是人看的是外在 神看的是内心 我们可以为自己积财 可是如果我们为自己积财 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 只是今生有钱 永生贫穷 又有什么益处呢 神虽然不在乎我们奉献了多少 但是他却很看重 我们是不是愿意参与 在他永恒的圣工上 是否在奉献上 把他排在第一位 他看重的不是金 他看重的就是你那颗心 因此我们只要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 去奉献 按照本心所着定的 心甘乐意的 把我们的钱放在神的面前 神看到 神必定使用 神也必定纪念称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此爱的圣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是那 丰丰富富恩典的神 我们一切的虚用 从以前到现在 你一直都供应我们 想到我们当时 来到澳洲的时候 和现在我们在澳洲的光景 真的已经是今非昔比 这一切 不认识神的人 可以说是自己的努力 那认识神的人 就会知道 这一切都是上帝 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 你的恩典 主啊 你既然这样的爱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金钱上 也能够学习来爱你 用行动来回应你 主啊 我们所奉献的 比起你所供应给我们的 是真的是九牛一毛 不能相比 然而主啊 我们所奉献的所有的钱 我们都愿意先把你 排在第一位 我们也恳求你 使用我们所奉献的金钱 用在你的圣工上 求你亲自来使用 使更多的人 因着我们的奉献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诚心的祷告 祈求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